Hello 大家好 我是Kelly 今天又是一个华文的特辑 今天的单元就是我最喜欢的面膜 而且还有些都是从韩国刚刚买的 所以我要介绍给你们看看 还有我每天都会用不同的面膜 而且最近很多人都在问我 最喜欢的保养产品是什么 我通常都会说来一大堆 因为我的Skin Care routine要上映了 所以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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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tuned Anyways 今天的面膜就是我通常都会用的 都很喜欢很喜欢的 都是我like almost top 5 我之前在韩国的时候有囤货 囤了很多面膜 就大袋都是韩国的面膜 我最喜欢的就是Etude House的Hylenory Acid 这个我和我的朋友都买了很多 我们去Etude House在明洞 明洞吗?明洞 明洞门 明洞 明洞 Hylenory Acid就是玻尿酸 所以这个面膜就充满了玻尿酸的成分在里面 可以蛮好好的看一下 之后呢我都很喜欢用Dr.Jart Dr.Jart的中文我不知道是叫什么 但是 这两个都是他们最新出的面膜 我通常都会用他们的Vital Mask 还是 是叫Water Boost Mask 还是什么 通常我的皮肤都比较干 所以我一定要敷面膜 一个礼拜两次 这样就差不多够了 嗯 我这次买的是Ceramide Intense Moisturizing Sheet Mask 就是说生成的滋嫩你的皮肤 还有就是补充水分 提高你的 嗯 保水度 另外一个新买的Dr.Jart就是 这个Cica Pear Sheet Mask Coming Sheet Mask Cica Sheet Mask 就是说它专攻敏感肌肤 而且这个我觉得我会很适合 因为我的皮肤真的很干很敏感 这些面膜我都会试用给你们看 所以你们会看到我真正的实测 还有我的opinions 另外一个我也很喜欢的就是这个 Innersree的无极花面膜 这个是整个都是紫色的 而且它的面膜size会比较大 Innersree的产品我都很喜欢 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有说过 Innersree的产品彩妆面膜保湿类的东西我都很爱 所以如果你在韩国的时候还可以囤货 嗯 之后我在韩国也有买这个 嗯 这个是Innersree 哦 这个是The Sam的唇膜 嗯 我还有买了Innersree的 但是我已经好像用过了 嗯 这个我在韩国用的时候很有效 因为我的嘴唇很干 而且皮会一直裂 所以我一定要用这些唇膜 来保护它 我也蛮喜欢Lanege的Sleeping Mask 但是我觉得那个有点太油 所以这个来刚刚好就放在这边 敷上去 很方便 而且凉凉的 感觉很好 另外一个新买的 我很想尝试的就是这个 Faith in Face I Want Perfect Makeup Face Mask 很有复古古典的照片在这边 嗯 看起来很像Soup and Glory的 面膜大概就是说你在上妆之前可以用 嗯 就是好像一个打底这样 所以你的彩妆还有你的Foundation 是可以在你的皮肤上比较持久 而且看起来比较滑一点 是可以把你的肌肤好好的保湿一下 而且还会帮你照顾你的毛细孔 其实我都很享受在附面膜的当下 因为真的真的很 Renlax Oh my god 掉了一个 But anyways But anyways 在韩国我也买了很多不同种类的面膜 来给你们看 我有一些液体的面膜 来给你们看 这个是我在季州岛买的 这一个系列呢 只可以在季州岛买到 这个系列里面包含了他们最出名的火山液体面膜 在季州岛的Industry我一定会买他们的面膜 当然啊 我都很喜欢买面膜 因为很便宜 而且一定会使用到 而且那时我在季州岛的时候 天气超冷 很干 所以我每天都会敷面膜 这些就是他们最best collection 他们的Top Mask 里面有 Manuka Honey 就是蜂蜜 然后还有这个Lime的 还有 Cucumber 就是黄瓜 之后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 这个是CosRx的Hydrogel Very Simple Pack 这个就是一个罐 CosRx都很喜欢放一大罐这样的东西 而且里面就是薄薄的一片面膜 你可以just 不会使用方式就是薄薄的这样一层 放在你的脸上 所以我觉得他们尺寸不会很大 就是薄薄的一片放在你最干燥的地方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Dr.jan的Vital Hydra Sleeping Mask 我通常都是用这个系列的面膜 但是这次的面膜就是一体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晚安面膜 晚安面膜就是你可以后肤 放在你的脸上之后去睡觉 明天起来就会有一个比较深层保湿的皮肤 而且这个我有很很很大的期望 因为我觉得是Dr.jan的 而且它不便宜 这个大概会有30块左右吧 Dr.jan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哪里 如果你们喜欢我今天的单元的话 请在下面留言还给我一个赞 拜拜下次见啰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